冠军咯 冠军咯 冯澳夺冠咯 冯澳夺冠军咯 2023年全国U19青年篮球联赛总决赛青岛南篮和新疆U19南篮的决赛今晚刚刚落幕 最终新疆U19南篮76比55轻松战胜青岛南篮 时隔7年重夺U19全国青年篮球联赛冠军 取消于25分13个篮板荣英总决赛的MVP 新疆南篮U19主教练王建敏获得最佳教练称号 新疆南篮其他球员的数据冯澳9分 杨瑞13分 叶尔盼9分 捏出手 篮板这边再收回来 张绮哲里边再挑一扣一个 有了 这是我们希望看到新疆对于内线的连线 青岛的手感也开始逐渐下降 现在是新疆军分的好机会 打三不败起来再屁股高冯澳 这个单点的爆发能力确实出色 这边新疆马上这边交给冯澳看怎么处理 这个位置背后要一个飘移的中级离 厉害呀 球星球 自己拍一拍手 冯澳 这边去篮下又露人了 反手上篮 还有骨 这球啊 路刷一篮码 走的局势也比较好 没给错位的机会 这边篮下高级高打 撒进篮 真厉害呀 比较好 这球完全应该是已经看不见光了 绕阳库往里再拖 身后有点攀在跟 这球要好像同样的位置 左手再次打板差距 其实挺不高 路来 这边距离 打一个 这就是刚才说的问题 你不得不防出去 你一但是 这个还是要给阳库 拉出来 杨瑞13秒时间要一个中距离 真厉害呀 他的这个进攻能力 你上前四个人 那这边篮下肯定会露一个的 这边球只要塞的落魂 那 先到篮下还有 剩下的时机啊 没有了 只能给外线 头一刻 哎呦 杨瑞啊 关键时刻 还得帮协防才有出球机会啊 这边 又直接被断掉 往前给 表演时刻 来了 连续得分 杨瑞 走到街球 从掩护这一侧 许晓宇往下顺 自己空空 篮下 夜盘有苦 比赛再次打平 难了 隔着两个人传过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边 追身的三根交易 还上了 确实是太伤士气了 这边 地位再给空位机会 单手的皮靠 许晓宇是没招 已经是没失位再跟了 但是谁能挡住他这第一下啊 而且 而且 曲耀宇 这也是第一次战胜环球线 曲耀宇 这边还是上联防 但这球直接出手 又顶着马上圈的防守啊 向这边只能上往几墙了 这边往里做转身 扶着一下 进入 曲耀宇这边要球 打往一墙 调动脚步 找实力接触 想抛头找板再出 哎呦 曲耀宇在第三阶 特地是打疯了 登科赛的62比45 十几次战互这一侧 马俊杰坚决出手 但又被封盖 担板 曲耀宇 确定继续找心理接触 又好大伙 这边慢三步突过来 曲耀宇 这边再传导篮架 又露了 来 曲耀宇 又是错位 又往里做 这边来个恒车屋的忠律离 这什么都有啊 好家伙 这是三投六 十二个篮板 现在听到这边罚球比较准啊 宋文浩是9发5中 马俊杰是4发0中 超然是2中1 那王兴强 这边还是在不断的尝试 呼出要打最后这一攻 特别要在最后的进攻中 结束这一赛 上海今天又输给了新疆 但是这一支 指导队依旧没有放弃 阿比不断的尽力 还有五个的组筹 队依旧在 谢谢大家